我將請假 全心全力投入總統大選 頻頻看稿 一次一句都謹慎再謹證 韓國瑜宣布請假 一步一腳印下鄉拚大選 記者會結束 臉書也立刻PO文 文章標題 從高雄出征為台灣而戰 一開始說到 高瞻四海或暢流 雄氣八方人和通 起心包容愛鄉土 非凹港督化騰龍 原來是首藏頭詩高雄起飛 但畫風一轉痛批民進黨 扣客延宕地方補助款 又請國之力用各種名槍案件 貶地和阻擋高雄的努力 甚至不惜陪上 台灣的經濟與外交 瘋狂嗆那校正對岸 文章最後喊出 庶民崛起拼未來 台灣會在轉世改 簽字文發表感言 不是要我放棄高雄 而是要把溫暖 這種希望帶到全台灣 韓國瑜把溫暖希望 帶給全台灣 三位副市長hold住高雄 但理事長葉匡時代打第一天 沒有公開行程 很早以前就排定要去 林園石化產 參訪幾個石化公司 現在大家就懷疑說 我是不是在家裡睡覺 所以我要讓他知道 其實我是有公務行程的 葉匡時忙內部獲益 但其實早在新奇 已經開始銜接試任業務 另一位說話愧靠很接地氣的 副市長李四川 把韓國瑜跑警局 新聽社動土典禮 有重要的事情當然我們會跟市長聯絡 三位副市長鎮守高雄 每天會整重要資料再回報 讓韓國瑜拚大選 也能隨時掌握市政進度 記得就不是王書宏 SF小組 高雄報導